我们在一起吧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我现在真没这个心思 那好 你给我九十天 让我证明给你看 我们的九十天之约 就这样开始了 每晚分别的时候 他都会送给我一个硬币 每天一毛钱 这九十天就是九块钱 如果到时候 你还不答应和我在一起 那我们就拿这钱 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小卖店 买汽水喝 干杯再见 从此不相往来 不过 我 你要是同意了 咱俩就拿着九块钱 领证结婚去 你 你在说什么呀 你别又不感叹你啊 你别跑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每天见到他 总觉得很浪漫 很温暖 不知不觉 我们就在一起了 九十天之后 我没有选择 立刻领证结婚 在这个城市里 我想先有属于我们的房子 那九块钱 就一直静静地守候在我们的生活里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法国人追了你很久了 你想多了 他只是想带我去巴黎学习设计 巴黎 不是你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吗 好啊 你们去啊 去啊 我祝福你们 也许 我真的应该选择巴黎 对了我那个明天发布会 那是我的首发啊 一定要来 看情况吧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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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放上啊 还有前面这一盘 都能放上 小心 陈文在哪儿 在上面 谢谢 快快快 你今天看起来 谢谢 你欢迎 雨晶 你听我说 你站住 王雨晶 你误会了 别解释 爱一个人 却不相信他 也许 他并没有多爱我 冷静之后 我还是决定选择巴黎 分手 你确定 嗯 陈文 你欠我九十天 从那以后 王雨晶没有死缠烂打 没有任何遗讯 我想 他应该是理解了我和他的分歧 才从我的生活中真正的消失了 只是我多少有些失落 忐忑 还好没有多久 我的巴黎签证就拿到了 Andre很快帮我安排好巴黎的一切 我也为马上离开这里 而欢欣雀跃起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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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天 今天是五月二十日 你知道 我有多想对你说我爱你 又怕你说我是我妈 所以 我就去电台以白痴的昵称 偷偷点了一首情歌送给你 这是一名叫白痴的朋友 为陈文小姐姐播的歌曲 谁啊 这么白痴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呛到了 第五十七天 好男人 就要像熊一样 平日里傻傻的很可爱 抱着很温暖 靠着能当肉垫 但一旦你遇到危险 他站起来 就是世界上最凶猛的动物 我一定会保护你 第六十六天 终于知道比自己病了更难受的 是你病 背着你跑了几条街 腰和腿早就没了知觉 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 知道吗 第三十五天 我想对你好 而且我不希望 别的难度 你说 别的难度 第九十天 你没有告诉我 就自己回老家 去看生病的爷爷 我不能陪在你身边 但毕竟 这是我们约定的最后一天 我还是无气勇气 给你去了电话 你终于说出了 我想听到的答案 我一直不住地大哭 终于可以 陪你一直到老 我一直到老 突然之间看到这些 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些日子 我的心突然很痛 这是我才知道 原来那些日子 是那么浪漫美好 而我已经失去了 再也找不回来 嗨 王雨昂 怎么了 如果今天我想你嫁给我 你会答应我 我愿意 我愿意 一个人 我发生了 你会帮助 我 在这儿 我愿意 你会感到 这个地方 我愿意 呢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会 你会 在这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